大家都知道新版神雕侠侣又要翻拍了 而在不久前 剧组就已经公开了两次主要演员的角色海报12月19日 又有新版神雕第三波角色海报公开 和之前的公开角色海报时的情况一样 面对这次公开的角色海报网友们的评价依旧两极分化 不过这次对海报中的一个角色 网友们的反应却是出奇的一致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公孙只太帅了帅到过分不是合眼这个角色 看过神雕侠侣的网友都知道 公孙只是书中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派 虽然武功高强 但却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甚至还很好色 在书中还差点取到了小龙女面对这样一个角色 相信没有人会喜欢她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这次在新版《神雕侠侣》中 出演公孙只这个讨厌人家的角色的演员 竟然是余波说起余波这个名字 也许有人一时间还想不起来她是谁 但是提到电视剧《水月洞天》里的童伯童大哥相信 大家肯定都能反映过来她是谁了吧 当年的《水月洞天》和《灵静传说》 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蔡少芬是演的女主豆豆 和余波是演的男主童伯 不知道是多少人心目中完美的一对童伯 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而现在 曾经的童大哥要变成大坏蛋公孙只的粉丝们表示承受不来 童大哥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 这回余波是演的公孙只的角色海豹也是很帅了 穿着一袭青衫的余波 很是儒雅帅气这样的公孙只哪里还有援助中的猥琐 面对这个余波版的公孙只粉丝们纷纷喊话余波 还是很帅的这个公孙只太帅了 直接嫁了 甚至还有粉丝喊话 遇上这样的公孙只小龙女甩了杨过吧 哈哈 要是小龙女真的嫁了公孙只 那就没杨过什么事了 只能说余波的帅气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 其实不仅是余波 新版神雕侠女海豹中的很多人物角色 都不能让人满意 在网友们看来 海豹里的欧阳风杀气不足 而红七公却少了正气秋处击不够猛 曾志炳却多了几分先锋到谷的感觉 更可怕的是 明明两只眼睛都瞎了颗正恶 却戴了一只眼罩 这不是画蛇天族吗 面对这样不能让人满意的演员角色 网友们表示 看来明著又要被毁一次 你对新版的神雕侠侣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那就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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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